第五十四季脱口秀大会海选开始 请各位选手进入海选区域 脱口秀大会都没有人报名了还在办 根本就没有人报名 有人报名吗 有人吗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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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路了 胡大爷 您怎么又来报名了 五十年了 我还没拿着冠军呢 那观众年年都喊 我胡总冠军啊 您是不是把我们这当老年活动中心了 那能一样吗 那边人都耳背 也是 您还真去那说过呀 不挑活了现在 哎 您也是二十一世纪早期的人啊 那个时候大家确实很爱看脱口秀 但是现在是二零七一年了 现在的年轻人已经不爱看脱口秀了 所以根本就没有人报名了 你看 那不正好拿个冠军吗 拉倒吧 去年就俩人您也没得惯呢 别说那个 今年几个呀 今年 目前为止就您一个 正好吗 哎来报名表 哎呦不断抢呢 怎么还抢呢 姑娘 姑娘 我不同意 我不同意 哎哎哎哎哎哎哎慢点慢点慢点 碰瓷 胡兰 周其默 你是不是出去唱嘻哈 让人把腿给打断了 周其默 都五十年了 你还在这跟我抢冠军 我不是跟你抢冠军 咱们这个脱口秀啊 他英文名叫stand up comedy 那顾名思义啊 你得先stand up 是不是 哈哈来 齐 哎哎哎 齐哎哎哎 嘿嘿嘿 没想到啊 这stand up comedy啊 你卡在了第一部 stand up 嘿嘿嘿 你也别嘲笑我 你上了就往我身上靠 怎么着你是脱口秀界天花板 我是脱口秀界程中强啊 哎 你是程中强 我是天花板 你还是够不着我 哎 来你够 我我够 我够 这家伙还掌握了嘻哈的真谛呢 哎 行了行了 listen to me 二位拜拜 你们是不是就打算 都报名 我是成竹在胸啊 因为我之前拿过脱口秀大王 啊 你后来呢 给说说 后来我就开始接商务嘛 嗯 然后我接着接着 接着 我干嘛去了 接着接着你就凉了 你接着接着我凉 我今天报名我就不凉了 哎 你都健忘了你 我健忘 我今儿早上刚在那个 养老院 我我演了一个专场 我一个段子都没辣 还是一个段子都没辣 所有段子都讲两遍 老头以为他出来反场 咱那是脱口秀 那不叫反场 那叫 call call 骂人老头 call back 哎呀 行了二位大爷 我要跟你们实话说吧 咱们这个脱口秀 它实在是没有热度了 所以说呢 今年的这个脱口秀大会啊 很有可能咱就不办了 不办了 不办了 就这么散摊子了 要散呢 唉 我不同意 广志 期末 快把耳麦给我上台 这眼神咋还不好使 我这是助听器 他那是助听器 我这边能听器 和广志 我奶奶听你段子长大的 他奶奶吃米饭想吃辣的 我 这还是给你吧 广志来了 咱们就有救了 广志来了 咱就开始走秀了 我还是给你带上去 哎呀 这何大爷来了呢 咱们这个赞助就有了 但是就是还稍微缺少一点点话题 话题还不好办嘛 嗯 我就委屈一下 我跟姑兰我俩组个CP 就叫 广南路 我不同意 你这怎么也来了 本来我是退休了 但你要拆我的CP 这我不同意 这我不同意 人是可以退休 但CP 绝不能避易 为了这次参赛呀 我还特意去染了头发 就只染这一撮呀 哎呀哎呀 染这一撮就够了 这一撮呀 是笑点 人是可以老 但笑点必须永远年轻 这笑点还挺密集 这个笑点 为了保住这一撮呀 年年直发 哎呦呦还直发呢 直发还直发 哎呀 哎什么了 笑点给我弄没了 笑点也做假 笑点了 哎呀二位大爷咱能不能 先不要着急找笑点了啊 哎呀找不到就聊了啊 哎呀咱能不能先把那个海弦给录了呀 啊 我不同意 抬我笑点了 走走了 胡总 我让你找选手 不是四个老头 你看他一个个的 主拐的 坐轮椅的 找笑点的 谁会花钱捧四个老头 我们可不是老头 我们是脱口秀回锅肉 这回锅肉也没有五十年后回锅的 我宣布 脱口秀大会 无限期停歌 我不同意 导演都有脱口秀梦想 严重奖给你三倍 我同意了 瞎胡闹吗在这 等等 豆豆 他是豆豆 你是豆豆 你是豆豆 你是豆豆啊 我是胡总 豆豆 就是豆豆 你就是豆豆 豆豆 就是豆豆 我是 那你为啥停单脱口秀 现在年轻人没人看脱口秀了 你不是都想上节目吗 你不是要真想上 我可以让你们上其他节目 你 你大高个 你适合上那个超新星运动会 我给你报名 我这都主拐了 我运动个啥 就承担跳嘛 就能跳这么高 好好练练肯定行 还有你 我一眼就看出来了 你就特别适合去那个令人心动的offer 当医学志愿者 我没学过医 当患者 治好就走 那是非行 我要撑住 你支付好你不就撑住了吗 还有你俩 毛雪光正缺人呢 毛雪光 毛布衣和丽月琴都没荡气 他俩的狗没荡气 让我们给狗抢活 你去 你去 别管了 反正现在大家都有节目录了 那就好好录 我们只讲脱口秀 脱口秀 一个时代已经过去了 脱口秀不行了 再说 你们应该是不知道 李旦 他已经 没钱了 全部做不了了 散了吧 等等 痘痘 他是痘痘 哎呀 又忘了 既然这样 散了吧 都走完了 都走完了 我的笑点 也没用了呀 要不 我出钱 咱们脱口秀大会继续录下去 你哪来钱 我年轻的时候不进街商务了吗 刚想你怎么不说 我忘了 抠 小抠 你这有钱 没观众这节目也都做不了 观众我有呀 我这边全是那新整的老太太 我让他们带着子女兜来 咱不就有观众了吗 哎 这有观众也有钱 咱这节目能成了 对呀 能办了呀 我这个腿我也没有办法再讲 stand up comedy了呀 古兰 是男人 你就站起来 站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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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古兰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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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嘿嘿嘿 站起来 哎呀 又踩我笑点了 哎呀 哎呀 赶紧到兄弟们 走吧 走吧 欢迎来到第五十四届脱口秀大会 哈哈哈哈 一学奇迹啊 哈哈哈哈 一学奇迹啊 一学奇迹啊 哈哈 一学奇迹啊 第五十四季脱口秀大会海选开始 请各位选手进入海选区域 哎 都是一个没有人报名的节目 怎么还在办呢 古兰大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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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我都五十年了 你还在这儿跟我抢冠军啊 啥 成竿跳呢嘛 就能跳这么高 我我奶奶凭你段子长大的 反正现在大家都有节目可以录了 那就好 哦 欢迎来到第五十四届脱口秀大会 我觉得我觉得至少像是那种五十年后会穿抱玩的人 哈哈 但我觉得周老板 五十年后应该是那种绑叶 绑叶 绑叶 穿跨栏背心那种 是吧 对对对对对 主要忽兰有一个事是他穿啥都不像五十年后 都特别吵 我们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 还是这样还是还是会 如果发量还在的话 就发量不在也这样 就两个头也这样 就两个头也这样 一边一根这个 一根这个 我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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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炖酸菜 因为东北菜 我是东北人 感觉这就是我最喜欢吃的菜 而且酸菜越炖越有味 希望做人也行 酸菜放酒容易坏 就像做人一样 不是坏菜变酸了 不是坏菜变坏了 那我就大蒜吧 生死啊 山东人 大蒜吃谁 就是辣 谁要是 你就辣巴蒜 对辣巴蒜 也不是辣巴 辣巴蒜吃辣 就是辣 我可能是 可能你们都没吃过 粉条炒鸡蛋 你们没吃过吧 没吃过 是山东锦宁市卫生县 刘仲乡许牛吃的一个菜 然后这个菜也是越炖越香 然后就像做人一样 我会选煎蛋 就是早餐的那种煎鸡蛋 我想当饺子 没办法骂呢 是吧 请大家关注腾讯视频 家族年年年夜饭 2022脱口秀大会 一起期待吧 就会一年 我们下回了 我们下回了 谢谢大家